好各位线上的投资票大家晚安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六的晚上9点14分 大家晚安 周末愉快 好那美股重挫嘛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通膨的高元期 比我们预期还要更长嘛对不对 好那联准会的态度在下礼拜非常的重要 那你是老师的忠实观众 老师从5月底到现在我都请你解码 我节目也都没有跟你讲什么股票 或者是邀请你说我有好多的标股 叫你来找我好不好 同志朋友 其实你看这个成交量你就会知道了 谁在帮你谁在害你好不好 那这行情会回撤 我想我文章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你有先解码回撤 你不用悲观 今天的行情看法我还是会告诉大家 持续性的低进高出 这个主题的看法是没有变的 一定要锁听节目谢谢 好大家晚安哦来那刚刚都已经跟你讲过重点了好不好 股市呢还是跟投资朋友做个提醒 有些新手一定是比较多的 那老师呢也有跟一些这个新进的会员 通过一些电话 那了解一些会员的一个状况 还是跟大家提醒啊 股市你不要一窝蜂的想要赚钱 好不好 你不管是股市还是做生意都一样 就像分析师也是一样 脑袋不是一直想着要收会员赚钱 你把一些东西做好自然 好的结果就会来 好不好老师跟大家讲说盘整 主题叫大家先观望 这都收不到会员 那投资朋友就是跟大家讲 有时候行情不好的时候 你要会守城 好你要会守城 如何少赔 有多一点资金 那行情反正一定是有好有坏 有赚有赔嘛 对不对 那你能够 能够全身而退 尤其今年从年初这样跌3000点 我想你看老师节目从去年看到现在 老师的持股出力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先跟大家提醒 不要一窝蜂只想着赚钱 有时候是需要点等待 那有时候要忍耐的好不好 所以五月底到现在我都请你解码 所以你要参加分析师看节目 我想想跟大家表达的还是这个 务实的去处理问题 你要找一个接地气的分析师 什么叫接地气 你要能够办的到 你要真的能够做的到 你要能够真的赚的到 不是现在台面上一大堆 这个什么一档一档接一档 然后什么绩效表呈现给你看 投资朋友这个成交量 前面套牢的你 他没公开的你去算一算吧 好不好 那跟我这种怎么去处理的 如果这一波行情下跌能够还能够帮会员朋友 没有什么输赢的 已经打败一堆投信基金跟政府操盘基金了 好不好 那你看我的节目 我们是有层次的分析师 我想内容来龙去卖你都很清楚 不如预期就是不如预期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上个周六 我跟大家提醒什么 我说这个六月份 你要有抗压性 因为六月份本来就很多事情 所以美股的周五的重挫 投资朋友你是可以预期的 对不对 我已经跟你讲 每个礼拜都有很重大的事情 尤其是未来这两周嘛 那下礼拜就是 联准会的一个会议的记录内容 那大概鲍威尔的想法 怎么样 那就有关于下礼拜的 下个下半年的行情嘛 我认为不要那么悲观啊 结论我待会慢慢跟你讲 所以上礼拜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主体看法不会变 我也不会因为这个美股重挫 突然跟你讲 有所改变 因为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我认为15600点 那个低点应该不容易破 所以如果你这里上来先解码 那下来回撤 投资朋友 那你就会有钱买 那要留什么股票 大家现在最担心的三个利空 利率 通膨 衰退 我上礼拜都有讲 那你就自己去看 你要留这个有成长跟价值性的股票 基础建设也是一样告诉大家 投资朋友这个行情盘整 将来如果经济景气真的是不太好 政府还是要扩大资本 就是政府支出 就是推这些基础建设 那通膨这么高 你还是要靠投资 不然你要怎么打败通膨 投资朋友 所以不用那么悲观 那真的是不好做 那你要耐得住性质 不要用杠杆投资 好不好 来我们先看一下行情 上周六我跟大家讲行情 我的预期是 这个美股月线跟季线之间的盘整 那才一个礼拜的时间 又打破了 又跌破了这个月线 比预期更弱了 那原因是什么 我想数据有出现一个蛮大的变化 那我节目上也是有即时性的 跟投资朋友做提醒 那你是我会员 你一定会更快知道 而且就盘中就做动作了 这个通货膨胀的数字出来 是比大家预期高很多 所以美股重挫 对不对 从一到一月以来最糟糕的一周 这礼拜真的是跌很长 我指美股的部分 那台股你好像没什么感觉 对不对 台股的筹码就是已经有沉淀过了 所以这是不需要这么悲观的原因 那重点是国际盘 还是会影响台股吗 所以你是不是要有些减码的动作 投资朋友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 最新的报价 美股的报价 黄色这条是月线 那在周四晚上就灌破了吗 那我周四的直播就已经跟大家讲 我们为什么要减码的原因 老师今天节目会来把 我5月中到6月份 我给会员的一些抠讯 来跟投资朋友做分享 那你看节目 你想参加分析师 你当然是要看一个言行如一的分析师吗 不是讲一套做一套的分析师吗 那你可以看我们怎么去 处理会员的持股 好投资朋友 所以你要去想想看 在这一根中藏红的时候 5月底美股拉中藏红的时候 老师的节目跟你讲什么 我告诉你上来不要追 这边上来 你应该要去做点减码 哪些股票 该留该减码我都有教你 好投资朋友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5月底这个时候来美股大涨 我跟大家讲日线 技术面它出现一个止跌 日线的周期出现止跌 不是周线 所以它会进入个足底 所以这看法没有变 那足底 足底 你如果学过形态学的你也知道吗 可能横盘一段时间吗 圆弧底 还是什么 W底 还是三重底 不知道吗 那他就是会来回吗 对不对 所以上来如果都没有量 那当然要卖股票啊 不是追股票吧 所以5月28号的一个直播 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老师的节目 当时的节目 我还是告诉大家 礼拜一如果台股大涨的话 你不要去追股票 你要减码 如果要做生意的话 要跟你讲这里要开始回升了 你如果看技术面投资朋友 你就在5月底6月初开始去追股票 去买股票 真的讨得到便宜吗 那你现在可能又套满手下来 那万一行情是更差更差的 那你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你行情要先看懂 你不要只是 看着手上的股票 眼前的股票在涨 很想要去做 一般投资人的想法是这样 分析师是要看整个局 我们就看整个局 看起来就是没有很好 我们必须要诚实的跟观众朋友讲 那但是也没有那么糟 就是个胶左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5月28号 老师节目跟你讲什么 来 先给大家结论 礼拜一大涨你还是不要追 好不好 礼拜一大涨 我们还是可能会继续的调整股票 卖股票的 好不好 但是拉回要买 投资朋友 我跟大家讲 这边有三种情境 三种情境 什么情境呢 第一个 你是套牢很多股票的 你资金比重 已经可能五成七成都套牢的 这里上来你要减码 这样才不会枉费我跟你讲这些 我说至少不是卖点 但是上来你要减码 这是 没错吧 这都是直接教观众朋友的 直接都是直接教你 我只要讲看法就好了 我不需要教你 那为什么要教你 就是真的行情不太好 也真的套牢很多人 那我觉得这变化很大了 我想不管是联准会官员 还是分析师都一样 这么多变数没有人说的准 连联准会的官员预测都错了 对不对 好投资朋友 所以重点是周二 周二我是直接明白下这个标题 跟你讲 因为中秋节过后 这个量比有预期还要更小 所以呢 我就说降资金等机会 那这个复杂环境 我说不要让市场决定 你先拿回主控权 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 有些的迹象 我待会慢慢跟你讲 好投资朋友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 接下来行情重点就是这一个 我说市场的这个利率 9月份大家预期联准会之后的利率 政策是怎样 就会跟接下来的行情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果然 现在市场的重点就是在这个 好那消息出来了吗 对不对 5月CPI的数据是8.6 比预期更高吗 上个月是8.3 这一次高出了这么多 那细节我待会来跟你讲 我跟你讲我的看法 所以呢 道琼在昨天下跌了800多点 对不对 那你去想想看 我是不是周二就跟你讲 周四也跟你讲 周四我是背着压力来跟你讲的 因为很多人是很反弹的 对不对 从这边我来讲一下这个汇率 那个货币政策跟你讲一下 目前来看的话是6月份 就是下个礼拜 四的那个数字 公要升两码是确定的 90几% 7月份这里大概也是升两码 因为鲍威尔已经讲出去了 就是6月7月要升两码 这是最新的资料 因为有些新闻告诉你 可能要直接升三码 不一定 这个真的不知道 因为 如果你有看这个数据 有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最近半年看这个东西 变化太大了 那我们还是照数据看 目前6月7月升两码是确定 那重点是9月份 所以我已经跟你讲了 重点是9月份过后 因为6、7月升两码市场已经反映 也都接受了 这段行情会谈上来 是大家预期9月份会暂缓升息 甚至可能也不会升那么多 可能只升个硬嘛 所以这里开始 前面反映过 这里就是已经是 认为9月份这样 所以我是跟你讲 他会因为这个涨上来 那如果因为这个东西 他又有可能会跌回去 没错吧 所以重点是在这个嘛 那我们看一下最新9月的数据 目前最新的资料来看的话 9月的数据来看的话 升两码是41% 升三码是48.5% 所以两边加起来至少升两码 或者是升三码 所以投资表这比原先的预期还要更硬派 市场的预期啊 更悲观一点点 所以这里是会反应 会回撤 没错吧 所以5月底6月这个地方 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动作 没有什么买股票 那都建议卖 都建议慢慢调 慢慢卖 慢慢卖 原因在这个地方 那你说老师你看坏了吗 你看工了吗 其实没有好不好 我这边我还是看多做多的 原因我待会一一的跟你讲 好不好 很多东西是已经先反应了 但是干扰还在继续中 没有量 你要怎么做 没错吧 没有量啊 所以可以看得到 我说最重要是市场对于9月的看法 那现在 巴克莱银行已经说 可能在下礼拜 联准会可能会直接公告升三码 普席的方式 那你会因为这个东西 感到困惑吗 对不对 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一下 老师讲的还是这个重点 最重要还是鲍威尔怎么说 他怎么说 那如果先跌的话 说一说 搞不好利空就出境了 那美股如果低点没有再破 那我主体看法是没有什么变的 所以看法上是都没有怎么改变 那这个是美国的前财政部长 他批 批评这个联准会非常的荒谬 桑莫斯 他说 联准会对于之前的通膨预测 然后到现在看起来觉得很荒谬 那我认为这是应该有点正式立场 都是没有 因为没有人会知道三月过后 这个乌俄战争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 这个就是有点马后炮 连老师在分析的我们都是从一些逻辑去推 有这样的机率 数据显示 也这样 后来出来慢慢又调高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过程 那你看完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今年真的 这个难度很高了 难度真的很高 来这个即时预测数据都在笑话 这是老师跟你分享的 克里夫兰联储的这个CPI即时预测 CPI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那他会去计算 即时的能源通膨他们掌握的价格 然后会去推出来这个预测的这个通膨的年增率 那大家不妨看一下 5月中那个地方我跟大家讲什么 我说这个即时预测 当时预估5月份是8.13 然后比这个4月份的8.3小幅度的下降 之前其实是7.9 好 所以呢 这个是5月中的资料 这个是上礼拜六的资料 上礼拜六我跟你讲什么 我说从柱状图 5月份的预测已经从8.13调到8.23 离8.3非常近 所以我跟你讲说我们已经跟你预估 可能会跟4月份稍微持平 那我说如果高过去的话会是利空 所以看法上应该是持平就出来还是更高吗 好 那重点转折点 叶伦跟这个白宫都出来 跟你打预防针 好 那其实我们早就看到数据了 所以我才在周二代会员再去做减码 来投资片 你可以看得到 这是我在周四的节目跟你分享 我跟你分享什么 我跟你分享说 连这个6月份的数字都大幅度上调 而且调的还比 5月份的8.23预估还要更高 所以这个已经是 跟我们讲一件事情 就是通膨的下滑可能那个 那个速度跟幅度会比我们预期还要更久 甚至他可能还会短站往上 但我的看法还是会下来了 待会细项我跟你讲 好 所以这是我周四跟你提醒的 就果然在周五就中错了 那你看到周五很多人才来跟你讲 这个东西 然后引用什么夜轮引用白宫 投资朋友 其实我老早就跟你讲 而且我是最快跟你讲 就算你没看我节目 我已经教你 你可以上网去查这个资料 没错 你可以去看他的变化 来投资片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CPI的内容 我其实我四月中跟大家分享过 权重比较高的是在第二项 房屋 包括房租 这个权重大概占30%到40% 这一次为什么会 再往上创高 好 同志朋友 我们跟大家预测的东西其实都差不多 我说二手车会下滑 我说房屋有些的逻辑来看会下滑 四月中我跟大家讲 因为美国的 房贷利率往上升 房子的买器 确实受到冲击 陆续在五月底 你也看到美国 这个卖房子已经开始降价求售 所以房子确实是下来 但是租金可能因为合约的关系 租金并没有下来 所以这一次的数据 我们来跟大家细项的分析 好 这是最新公告的一个细项的资料 好 那你可以看得到老师跟你讲了 这个二手车是不是果然下滑 蓝色就是最新的五月份 那是不是下滑 比四月份下滑吗 好 那能源会冲出去 大家已经是知道了吗 因为能源确实 涨到120块了 对不对 会增加个0.2吗 再来你可以看到重要的是在这个 房屋跟房租这个东西 原先预期应该是会下滑 或者是持平 因为从这些迹象来看的话是这样 因为他权重最高 所以投资朋友 那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我跟大家做个分享 因为卖房只要时间 房租 降价 可能也没有办法 因为是有合约的吗 这个条件可能要到真的需求 趋缓 才有可能 但是我认为房屋的部分 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 你会看到慢慢下滑 所以我的看法还是跟大家分享 可能这里短暂还会再往上冲高 但是 应该就这个地方是通膨的转折点 通膨的转折点 能源这些食品 这个是乌恶战争也暂时无减 但是下滑的幅度可能 大家将来心里要有底 可能他可能会很趋缓很平的这个方式 那这个当然 很多是供给方面的问题 这个不是连准会去 什么升息搜QE能解决的 他只是怕被骂要做该做的事情 真正的通膨 最主要是来自于供应链的问题 疫情让很多人没办法去复工 运输方面的问题 好投资朋友 所以重点是油价食品跟租金 他点到租金 房价可能点下租金 没有没有跌租金在涨 这是通膨数据会上来的 但是投资朋友 你要知道就是这个 我跟你讲个结论 联准会所看的是这个 核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核心 扣掉食品跟能源的 来扣掉食品跟能源其实是下滑的 你有看到吗 是下滑的 比前面这个地方还要下滑 这里 4月份是6.2吗 现在已经降到 6.01 好那下个月份的预测 5.66 联准会看的都是这个 因为能源跟食品是波动的 那如果加能源跟食品 下个月的CPI 可能还会比 现在公告的还要更高 好投资表 所以这已经是市场上知道的事情 好 所以这个地方利空回来测 如果鲍威尔讲完话之后 大家这个东西利空反应之后 那很有可能就是打第二次讲 好 因为我认为很多东西在这个地方初步反应 好 所以这个 物价事情我跟你分析到这里 好联准会升息 关键还是看这个 核心的CPI 他还是下滑的 下个月还是下滑 好 那如果你把能源食品加上去 来短暂还会往上 因为这物货战争的事情吗 好 那投资表 当然他就会影响到一些消费的东西 所以选股方面很重要 所以拉回来跟大家讲这个升息的事情 联准会已经跟你讲 接下两次升两码 他先升后面再看看 那重点还是在于 他这次会议之后对未来的展望 对通膨的看法 但是我的看法还是 扣掉食品跟能源 他是持续下滑 他是持续下滑 因为基席的关系 这是数学的问题 这个老师都讲过了 那你看欧洲央行 升息的幅度 没有大家预期中那么大 这个我周四也跟你补充了 下个月会升一码 人家原先预期会升两码 然后结束QE 那为什么 欧洲的通膨 不会输给美国 我为什么升的这么 升成这样子 码数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大 这里他投资票 你还是要先想清楚 我跟大家强调 对抗通膨是央行的职责 没有错 但这一次的通膨是来自于 供给面 不是来自于需求面 也不是因为资金推升的关系 纯粹就是因为疫情塞港 然后呢 很多的这个船这些的运输 包括原料的供给有问题 这个不是靠升息就能解决的 好投资票 所以你可以特别去看一下 从汇率的角度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认为 就是个回撤的看法 你可以看欧元 这个地方市场上 本来就已经有开始预期 欧洲要停止QE 然后呢 要升息 对不对 所以市场都是会先反映在前面 预期先涨 真的升息之后跌 好 那你看哦 日元的部分已经开始稍微持平 日元最近扁很凶吗 啊 这个是美元 美元 你记得老师在这里跟你讲反映到位 对不对 这里这样跌下来 破了月线 这里集团上来 从这边 我的看法 这个高点 不太容易过 就算过了也会拉回 因为初步反映了 所以 买卖的节奏上 你要知道 美元冲上去的时候 你要找买股票的机会 因为美元开始走扁的时候 股市就涨 好 那有可能就是先涨上来 到下礼拜三 联准会所公告之后 反映之后 哎 那时候行情又开始恢复稳定 开始涨 好 因为七月已经去确定升两码了 那通膨的东西 我刚已经都跟大家分析过了 已经处在转折点 那接下来这个地方 大家也要特别去注意这件事情 彭博社这个高盛首席的经济学家 他有讲到 日元 已经真的贬太凶了 怕会发生这个亚洲市场之前的金融风暴 就是汇率竞相贬值吗 当时是中国去贬值吗 好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去注意 那因为这些东西出来之后 我再来跟大家讲另外一个迹象 美元周五这根中长红之后 正常日元应该会继续大扁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日元在周五晚上 他只有小扁0.13而已 这个地方短暂日元 因为这些的一个 周边国家的一个 可能会担心货币过度贬值 你看啊 如果日元在扁台币跟着扁 那台股势必就会有压力 最近你看台币是不是扁很多 但是你其实可以看得到台币扁很多 这里 台币是不是跟美元一样 这一波扁很多 但是你看到最近的台股 尤其是跪满 他是继续涨 有看到吗 所以这是我跟你讲 我没有看空 我也没叫你要去放空 最近台币这样 贬值你看 台股还是震荡震荡收缴 筹码已经是沉淀过了 投资朋友 所以我看吧 就算跌 其实也还好 不用那么担心好不好 你重点是你有钱吗 那跌 就会是你的机会 好 所以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我们来看一下汇率 这是我前面讲过的东西 去年9月4号 我跟大家讲 叫你换美元 你可以换在27块6 4月底这个地方 我认为29块5附近的台币差不多了 反应到位了 好 所以你可以陆续看我讲的东西 我不是只有嘴巴讲 我是真的有换美元 我换给大家看 好 我换在27块6 我都陆续换来 这9月6号 9月4号讲完 我礼拜一都还是继续换 我其实就是跟大家讲过了 27块5到28这之间 我说你想换都可以换 忠实观众 你都可以自己去看 关汇率我都帮你赚10%了 好 这个你都可以去验证哦 反应到位跌下来吗 央行我们央行开始出手吗 那美元扁吗 这个也是我跟你讲 台股那时候会先止跌的几率 为什么很高 就是汇率吗 台币是不是出现这样子 出现一波强声 对不对 那包括国债 5月12号台股最低点 那天我跟你讲反应到位了吗 为什么股市在跌国债先下来 因为联准会的中性利率定在2.4吗 过去2018年19年升到2.4的时候 当时的美国起 10年期公债在哪里 就在3点出头 3.2那附近 这一次利率还没升到 这国债已经先到了 投资朋友就是跟你讲 国际市场资金已经反应到位了 已经先 已经先挪动资金了 所以我的看法是不太容易在破底 我讲的是台股的部分 好 所以投资朋友 我说反应到位是反应什么 要升息 景气会开始趋缓 通膨将会开始下滑 好 那你说 哎 老师 那重点是现在又涨上来啦 没错啊 因为通膨又上来了嘛 比跟市场预期不一样 是不是又上来 看法跟美元一样 现在的10年级公债 他有突破这里的点 5月 中那个点 我认为突破了他还是会下来 我认为还是会下来 好 因为我前面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中性利率在2.4 美国的国的那个预算办公室都已经跟你讲 今年的利率应该会在2附近 后面等你等这个鲍威尔来来验证 好 所以投资朋友我跟大家讲这些东西都反应了 所以他就是个相形足底的看法 所以国债我的看法也是这样子 也是这样子 所以他跟美元是同向的 所以美元这么看国债是这么看 所以这里创新高投资朋友我认为 不是去恐慌的时候 所以下周一周二周三可能航行还是会压抑还是会震荡 还是可能会回撤万六 但是那个回撤 或许是有些股票不错的买点 好 这是我的看法跟你做分享 那这个升息的事情是今年最大变数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最怕的是通缩不是通膨 绝对是怕通缩 那你想说通膨才在创高 老师你怎么讲 大家怕通缩 你去查一下 女股神伍德也跟我讲一样的话 因为大家现在消费者已经开始认为物价在涨 然后要升息 然后你房贷缴款这些压力都变重了 那美国又是举债的居多了 所以消费已经变得谨慎 那加上我在4月中已经跟你讲 制造业有这个要去库存 终端商品有些要去库存 已经有库存 那又消费谨慎 那我们认为物价 那下来的速度可能会比你预期更快 这个地方是这样子 那它是大时候掉的时候 速度有可能会比你想象中还要快 所以通膨 我跟你讲这里在转折点 同志朋友 美国大型的企业CFO就是财务长 看到如果联准会要继续这样的一个 强硬的升息的话 那认为在明年上半年可能会衰退 就经济景气的部分可能会衰退 所以你看哦 从消费者到企业都开始有点悲观了 好 那我跟大家讲过 美国的民众跟政府都举债很高 美国消费都靠信用卡 房屋侦贷 都是举债居多 所以升息对他们影响很大 所以我认为联准会都会说比做的还要多 实际做不敢升那么多 到现在看法没有变 好 所以投资朋友 通货膨胀数据让投资者担心这个停滞性通膨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从股市到消费者到企业都很保守 那是不是有点悲观过头 大家都很保守 所以这是在现在都没有量的原因吗 叶伦跟你讲什么 他认为美国经济不会衰退 但是会趋缓 会放缓 这都是我跟你讲过的东西 因为在充分就业的地方 他也认为拜登的这1.9招的一个基建 非常的重要 是 可以让这个美国不要发生这个高失业的问题 好不好 投资朋友 所以你看哦 他说这个1.9兆 这些的一个基础建设 就是我告诉大家的 这个都还是会继续做 好了 台币汇率就很重要了 那我就引用这个 这个新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 果泰四华的首席经济学家林启超 在9号所发表的 我相信最近新闻都有人在跟你播这个 那如果台币继续扁扁破30的话 那就跟你预告的台股 可能就会再去测那个1万5千多 好 所以呢 这位首席经济学家 那当然他的 想法看法 会间接的影响到国泰投信的操作 那国泰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受险公司 对不对 受险跟投信跟银行 对不对 所以当然他的一个说法 你都可以去做参考 他所说的是什么 新台币汇率到下半年应该会有很长的时间在29次投 这就是老师告诉你的 我认为美元反应到位 对不对 除非台美的利差扩大 那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美国升息的幅度的码数 已经超过台湾的话 利差扩大钱就会有流出去 那有可能就会破30 好 在这跟我们央行下礼拜升息有关系 好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预估没有想到这么快 就可以看得到29字投 这一波的贬值也是超乎他的预期 但是老师是比较早告诉你 再来投资朋友 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做一些其他的措施 可能要降中国的关税 这是叶伦提到的 然后呢 从这个航运的部分开始去着手 美国下一步要针对这个国际的航运公司下手 因为运费真的太高了 我透过一些干预的方式 高昂的运输成本也是让通膨做增加 所以我跟大家讲 很多东西是 这个通膨不是说靠什么升息的 就能够解决的 不管是税务 这个是川普时代 所做出来的事情吗 对不对 啊运驾这个东西是塞港 这是这是疫情所造成的吗 但是不会永远塞港 好那航空股 你可以看一下我5月底的节目 老师建议这个投资朋友 你有长龙行的 你有华航的 因为市场上 有人去预期说啊台湾要 开放边境了 所以这些怎么样要涨要喷出去的 都是没有 股市都是先涨在前面 5月30号这一天的MSCI调整 他报大量 我就已经跟大家讲 我说这个地方 我是建议你要买 隔天收10次 这根中长虹 我想很多人不相信 他可能我很会想说啊老师 你讲之后还拉中长虹 所以股票不要看一两天 我跟大家讲分析师看的是一个局 5月底我举了什么股票当案例 我举了号顶告诉你 我也跟大家讲老师 以前待这个 旅游业的时候跟银行业的时候 航空 这个产业 被定义成是一个高风险行业 我已经跟大家讲 这一个航空方面的话 他不是一个属于可以长期投资的一个产业 那因为疫情这些涨上来 投资朋友 我已经跟你讲 你要见好就收 这些利多 你看他没有过前面高点 所以投资朋友 这样的股票 一般来讲 我是不会带会员去买 你要短线投机可以 你可以看一下我5月底 我怎么讲航空的 那我 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 好不好 这个产业的特性 我已经讲很清楚了 去想想看 为什么复兴航空会倒 为什么远东航空会倒 这个行业是有什么问题 呃呆过旅行社的应该都知道 好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们分析师 不是看股票现行就跟你讲股票 哦就可以做 没有错 会赚钱 哦 只要黑猫白猫会抓老鼠 就是好猫 很多人想法是这样 反正投机吗 会赚钱就好 我们思考是万一 如果有些会员舍不得卖 或者是跟观众朋友讲了之后 你舍不得卖 啊万一你就套在高点怎么办 就像我在节目上 不会跟你讲什么生计股 我也不会跟你讲游戏股 意思是一样 也或许会涨 或许会有钱赚 但那个我觉得 不是在公开场合适合跟你讲的 好 因为有些产业特性 就是不是很适合的 好不好 投资朋友 所以航空股 你有的投资朋友 自己注意一下 好不好 喜欢老师频道 欢迎你可以在youtube这里订阅 啊手机观看的怎么订阅呢 手机你可以先打直 右上角叉叉帮老师点掉啊 那点掉之后呢 新朋友你就可以点选订阅 记得帮老师开小铃铛 那之家人帮老师按个赞 分享影片 点聊天室就可以回来好不好 这个 按赞数怎么这么少啊 好不好 踊跃按赞 拜托各位好不好 时间这么晚了 我还是尽量跟你服务 好 那你可以看老师节目过去 这今年这样跌3000点 这个过程 你要很清楚 公债殖利率 我跟你讲会上去 当时在1.8 所以我跟你讲 公债殖利率上去会影响科技股 所以今年上半年是不是跌 科技股 然后我说比就会涨这三个 金融钢铁化工 你也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涨金融 过年后 虽然我没有做金融 我也抠讯告诉你 我是做钢铁化工 为什么做 我也告诉你是外销订单吗 接单没有问题 对不对 同志朋友 所以 我是有提醒你避开电子股 2月份 刚好有人邀请你要去做电子股 一大堆 你自己去看 那从那些从2月份一路套电子股 套下来的人 现在 还是在跟你表演很多的强势股 那你看我跟你讲的电子股下去 化工类股上去 那化工类股 我们是有出厂的 我们做过几次驾驾 获利出的 像康普4月7号出的 节目上当天就讲 美其马也是出掉也都是有跟你讲的 包括钢铁太阳的那些的一个解码 我节目上都有讲 也有拿出过抠讯有做解码的 所以投资朋友 钢铁股也确实从2月份之后涨到4月中 所以投资朋友 今年 从1月份一路跌下来到现在 你都可以看 你看我到4月中的节目 因为4月中到5月份这段行情 我是错的吗 但你可以看我前面呢 我们前面有先做有先赚钱过 那3、4月份股东会强势回补很多 空头老师是没有绩效的 甚至呢 被这个强势回补 补掉了 赔了也没告诉你啊 所以决胜关键是4月中到5月份吗 空单有绩效 对不对 那老师讲的不管是钢铁化工有补蝶 化工股我是全身而退的 钢铁股我们也有赚钱减码 后面补蝶 我也是跟大家持续性追踪吗 钢铁看法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区间相形吗 这里还是先涨中钢吗 对不对 同志没有 上礼拜的节目 你不妨去看一看 我已经跟大家强调过了 在这个混沌不明的行情 同志没有 还是基础建设比较稳健 投信基金都开始发这些基础建设的基金 为什么 我其实都跟大家讲过 还有同志没有 有人告诉你 现在只要跟报价有关系的都会跌 对不对 投资朋友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亚洲的钢铁市场还是看对岸大陆 对岸大陆的经济景气 最差在第二季就是现在 而且对岸做了哪些的政府支出 你可以看我上礼拜节目 我也不重复了 做了那么多措施下去 那因为台股没有什么成交量 他现在只有少数几张股票有在涨 东河钢铁 你可以看到他已经先来到季线 还有突破季线 很多钢铁股都离季线乖离很大 所以钢铁股我是建议 可是没有 先不用去卖 基础建设的逻辑 你可以看一下 今年是升息年 其实投资朋友老师早就看到了 1月8号我们就讲升息循环会涨基础设施的股票 今年有通膨 通膨还是在相对高的一个环境之下 基础建设在通膨环境也是有利的 所以升息跟通膨我其实都想到了 所以4月中的这个往下跌 投资朋友完全是因为对岸封城延长的关系 但是最差状况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去 现在资金直律上去 下礼拜此数可能 跌的状况 怎么样不知道 但如果科技股稍微受到压抑的话 那这段时间没有动了钢铁股 你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不一定大盘跌钢铁就跟着跌 因为这个环境来看的话 还是对他们有利 机构投资人最想加码的资产 就是基础建设的股票 就是基础建设的股票 好 为什么因为可以抵抗通膨 升息环境又是有利 他们 我这边有这都是逻辑的问题 那我认为台湾投资人太过于悲观了 这个量也是真的有点 真的是 出乎老师意料事外非常的多 因为我认为大家量说 大家就差不多2000多 2300 2500 还可以接受 掉到2000以下 投资朋友 那这个就是要做点减码 但是有机会的 我跟你讲 你可以留 水钢铁股看法 我就跟你讲到这个地方 这个我是建议你可以先保留 好 我这边资金转向 对未来股市会有些压力 因为今年要什么QE要结束吗 对不对 又升息吧 所以市场上的钱变少了 但是这些机构投资人跟投信们的看法都还是告诉你 基础建设的项目可以抵御通膨 这是一个比较保守型的投资 钢铁他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保守性的 保守型的商品了 那保守型的商品都跌成这样投资朋友 那这种地方你还要去卖的话 相对上是 非常的不理性 那你要卖掉马上去追什么股票 这个量我想也蛮难的 你如果看过老师从去年七八月到现在节目 你都知道一样的问题 这个量这样轮来轮去 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容易好不好 但是你还是从逻辑上面去看 钢铁的前景 这是国内的钢筋大厂 风鑫钢铁 他告诉你国内的需求相对很稳健 那外销完全是看对岸 对岸最差状况过去了 钢铁协会10月公布的数据告诉你 今年 钢铁的钢材还是会持续性的成长 这就是我讲过的东西 所以我没有这个 产业跟 传产的稳定度 我认为他没有那么差 所以我们留这个相对上稳健的 跟大家讲 靠近季限你想减码再减码 至少现在乖离很大 你不要去乱砍 这是老师的想法 那重点是其他钱要做什么 好 如果你看老师从去年这样子 钢铁在整理的时候 我我们怎么去做电子股的你就知道 一样的策略 那完全要看成交量 如果成交量允许 那我们就会多做一点交易 好吧 电子股我2月份有提醒你避开 这是联发科告诉你 今年手机不好 1100块的联发科 我建议你要卖 我告诉大家电子股第二季有什么问题 因为现在已经是6月份 第二季快结束了 你现在回顾一下 如果有一位分析师 可以在2月 2月份的时候跟你讲电子股 你要先卖 1100块的联发科建议你卖 差多少价差了 电子股受到通膨的影响 直接影响就是电子股 债券殖利率上升 最直接影响的也是电子股 没错吧 投资朋友 所以这些讲过的东西 包括投资朋友 我们的操作有没有提醒大家 从3月中告诉大家 资金不要用满 用5成就好 这直接写在上面的 电子股不好 大盘不会好 所以告诉你资金不要用满 反弹要太弱 区间震荡的格局 这是联发科这样跌 所以看节目的观众 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今年跌3000点 那智琳老师跟同行的差别是什么 可以比较一下 告诉你避开电子股 4月中之前告诉你 债券殖利率来流向传产金融的 你都看到了 我们的操作你也看到了 提醒你控管5成 投资朋友 那带会员低信高出的 你都看到了 行情 我都是跟你直接预告分析的 没有模拟两可 而且我都可以拿出数据来跟你分析 佐证我的看法 不是用猜的 那同行都是叫你用赌的 赌对了 啊就有 啊赌错了呢 就不讲了 没错吧 投资朋友 所以很多人电子股 这样深度套牢 到现在还可以演成 他大赚大获全胜的样子 啊都是已经叫你用力买 买到手断掉了 现在还可以跟你讲 我有好多标股来找我 啊你参加他会员 啊那些套牢的股票 都没有处理 对不对 所以 你真的去分辨一下 一直到了周二 6月7号 我这边有 我还是告诉你 把主控权拿到你手上 不是交给市场去决定 因为量 没有出来吗 所以我陆续卖出股票 减码资金降低持股 当初我当天就直接跟你讲的 对不对 投资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 你要看一位分析师 有没有言行如一 不是讲这个做那个 突然快筛墙要做快筛 突然那个墙要做那个 突然又有创意了 创意又说是他的股票 投资朋友 那抠讯在哪里 买进的抠讯在哪里 没有 我投资朋友 创意我还是选给会员的 我还不敢讲 那是我的股票 你看 2月5号 那我告诉你 我今年看好这些 所以你看 我是言行如一 我看好什么 我们就做那些方向的股票 给你看 基础建设 钢铁 绿能发电 除能电网 低轨卫星 你可以看一下 低轨卫星6月要发造 4月中跟你讲 对不对 用户超过40万 这是5月底 森达科 这股票我们买了 有套牢 但是你可以看我们怎么去做 我们低档有加码 开始做价差 开始做价差 5月底 我跟你讲 我已经有先做减码的动作 对不对 5月28号这里 我跟他讲 我做减码的动作 普通会员做了这个声帽 逼鬼卫星的 透过两次价差操作 已经弥补 目前行情逢反弹计划 降低持股 透过两次价差 套牢的股票 处理好卖掉 减少档数 森达科6月7号星期二 我还跟你讲这个我还有 对不对 6月8号我卖掉的证据 我们先出清了 这个在9号周四节目跟你讲 所以控制无党股票 我们股票是陆续卖 好不好 不会突然变出什么股票跟你讲 太阳人会跟大家讲 这个 美国关税的事情有影响 对不对 所以这消息出来 开低出量 那我们就先走 原金在6月6号我就已经先请会员朋友卖 卖一笔的 因为原先他要办这个现真 现真过去应该都会有拉抬 要提升买气 所以我们其实低档有加码 但是现真要出玩 他还是其实没什么涨 所以在6月6号大涨的时候 我们先走一半 6月7号这个利空出玩的时候 那我们把另外一半卖掉 所以高价会员 原金这是没赚钱的 那之前我们做过一些价差了 这我也不重复了 所以你可以看我陆续处理股票 原金太弱留强 也没有看坏 同事朋友就是没有量 你看 这些策略其实没有错 你看他都是没有什么量 所以没有量这个反弹就没有那个力道 很可惜啊 很多股票都这样子 这是原金 股东会员的联合再生 观众朋友都知道我们买在哪里 那大家也其实也不妨看一下 4月中那个时候 行情不好的时候 这些股票是逆势强过大盘的股票 那大盘我们也认为有机会持稳 所以强很强 应该有机会继续涨 但是最后都是呈现补跌吗 补跌我们没有卖 上来到季线我们就出了 这是 普通会员的联合再生 所以我们陆续解码股票 5月19号跟你预告 我有买这个股票 我这边我还不小心没有遮到 不小心没有遮到 你看我5月19号节目 直接跟你讲汉雷 后来公开给你看嘛 就汉雷嘛 119以下买 对不对 那今天就公开这一张5月19号节目 所有的股票给你看 当时我都盖起来的嘛 我当时在下午发LINE的时候 我是发 鸿海这股票给你看 我是发鸿海 我从这边讲 所以无论行情好坏 我们都做功课 5月19号的鸿海 我说支撑105 停损设100块 然后观众朋友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鸿海了 但是我 鸿海是5月初就开始讲了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到 5月19号在这里 对不对 没错吧 那我是盘钱就给会员了 最低点就是105块钱 对不对 没错吧 支撑啊 这盘钱就给了 105吗 好投资朋友 那再来玉龙 这个我都前面讲过了 哇美琪码4721 支撑133吗 4721 你可以看一下4721 这都选股啊 好选股 不能拿来当基效好不好 投资朋友 来5月19号在这里对不对 我说133是支撑吗 这里最低132吗 对不对 是不是都守住133 然后上去吗 你要找后面有机会涨的股票 不是吗 这选股啊 汉磊啊 我当时遮瑕 我跟你讲 我要买这个吗 116.5吗 盘钱就给了哦 投资朋友 好 你可以看得到 19号最低点是哪里 116 后面还要打回来 115 是不是116这边是支撑 没错吧 所以你要找分析师 是要眼光告诉你后面什么股票会涨 对不对 再来你看华通2313 46块半 2313 5月19号 这里吗 46块半吗 最低46块4啊 好 那他当然没有什么表现了 有创高了 但没有什么表现 你也可以看一下 还有什么股票 8028 深阳半导体 5月18号 准备了名单 5月19号给会员 深阳半是不是最新的强势股 这就是选股啊 自操新唐 这个我不用讲了吧 好不好 都是没有 好 所以我不可能每档都买吗 没错吧 那这一定会超过持股档数五档啊 按蕾斯买了之后慢慢上来 而且他都没什么量 那我们就是慢慢的报 对不对 那直到我真的认为行情 我觉得可能会震荡要回来了 所以我们就先卖 详细细节 我6月 我在周四我都跟大家讲了 卖掉虽然没有卖最高 有些人 有些会员可能不是很开心 但投资朋友 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我们看的是 带会员看的是个行情 来 帽连也是一样 这都是节目都都有讲 都有追踪过股票 投资名单有的股票 我们有做的就有抗讯 那没有赚钱 就差一些些 其实晚一点卖 可能在收盘卖 可能卖的更好 但投资朋友 这行情就是这样子 没办法马后炮的 帽连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走势啊 所以呢 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得到 这是网友的留言 对不对 原则上老师节目都是直白跟大家讲 那提醒大家要小心 对不对 这里不要去乱买 对不对 那有网友 在行情叠的时候 就留言说 现在来看有解码是对的 对不对 涨的时候 会觉得很乐观吗 啊叠的时候会 就会觉得是对的 都是这样 所以不要看眼前 我们看的是一个规划 一个行情 一个节奏 对不对 通膨这些东西 我们之前的分析预告逻辑 对不对 都很清楚 慢慢跟你想的不一样 那你当然要做一些调整嘛 对不对 但也没有那么悲观啊 因为比你预期差 那你当然要带会员解码股票啊 现在还有人在跟你讲啊 通膨怎么样怎么样 啊就他还是带会员 在一直在买股票啊 那不是言行不一吗 那告诉你 我知道通膨会变高哦 投资朋友 那我还是带会员买股票 对不对 那怎么会有钱买呢 这个是周四跟你讲的 我们有做一档风力发电的股票吗 有投资朋友有猜到啊 对不对 什么股票也给大家看啊 3708上尾投控 这是高价会员去买的 这是高价会员去买的 121块钱6月6号 6月6号在这一天 121块钱收盘120 绝对可以 可以成交的到 可以成交的到 上礼拜的会员赢我就是跟会员讲这档股票 我说三脚收链 那你要买可能买这个 其实我们不是很想买股票 对 但是一段时间没有动作 会员也会受不了 那真的有机会的 我们觉得有机会 我们就做 对不对 千张大户筹码续墙吗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股票 对不对 千张大户是不是续墙 千张大户在买这个股票啊 而且还是月季线上的股票啊 我会跟你讲是因为我有减买 我有卖了 都是没有 昨天礼拜五 我有请我的会员先卖 好不好 133.5这个地方卖 收盘之前这个当时的价格在134 134.5其实都可以卖 我们都是挂低的去卖 一定能够成交的 我要买我可能挂高一两档去买 要卖挂低一两档去买 减码而已我没有看坏 好不好 所以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 操作是这样子 每个时期优先顺序不一样 不要只想着赚钱 这个地方的行情比我们预期当中更难操作 好 所以我们想的不是他会不会在涨 会不会在卖更高 我这边我们想的都不是这个 我们带会员想的都不是这个 我们带会员想的是如何在可以控制风险方向 可以控制风险状况之下带会员赚钱 能够脱身 能够顺利卖的掉 因为现在这个时期 投资朋友 现在这个时期是风险大于利润 所以赚差不多 该减码出大量我会减码 该卖就卖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很顺势很好的行情 投资朋友 三角收敛突破 是要加码的 不是要卖的 所以操作他没有一个标准的 一定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不好 你一定要先搞清楚这个时期是什么 就是金融环境 金融环境你要先知道 所以要赚钱要承担风险 你不想卖你要承担风险 那如果美股今天这样重错八百点 他如果在礼拜一又跌回来三角收敛 那你会回来觉得说在这边解码是对的 对不对 所以从这边有股票操作 想清楚 先后顺序要对 每个时期做法都不一样 好不好 包括会员都是一样 不好操作我们尽量做 但是我们做的股票一定是在我设定的范围 一定要我符合一些条件 啊套牢的我们也会去看什么去处理 对不对 你都看到了 我们都减码都给你看了 你看一下做多的 有哪一个持股交代这么清楚的 再来投资朋友 我跟大家讲 我带会员动作完之后 我节目上会跟你分享 我们当时的策略是什么 这是5月12号台股最低点那一天 你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一个言行如一的人 好不好 5月12号 我告诉会员朋友 从心里面 技术面 筹码面 消息面 汇率 当前已经处在超跌 短期转折点 不要悲观 不要恐慌杀低 有止跌讯号 可以将空闲资金投入加码 因为我说控制五成 低进跟高出操作 太弱留强时机 要等到行情稳定之后 我们比较好判断 他是要回升 有没有机会继续 但是恐慌的时候 不是要去卖股票 应该是等 差不多有机会 要逢低加码 上去到均价 这张股票先出来 退回来 这都是处理股票的技巧 跟方法 重点是 你要能够抓到那个转折点 5月12号 你自己看一下 5月12号台股在哪里 好不好 5月12号 这里 5月12号就是这一天 没错吧 长黑破底 谁会还会跟你讲 这边是低点 没错吧 投资朋友 那后面是不是出现一波反弹 你再陆续看一下 5月17号 我说量说凹冬量之后 投资朋友建议有空闲资金的会员 个股逢低加码做几次价差 我们前面是不是做这么做 抠讯给你看了 对不对 预期会有一波反弹 那这样做法胜率会升高的状况之下 才可以这样做 因为这是走 做逆市的方式 那为了解决资金套牢的反弹 散播 会做这种 解套的降挡的特别措施 所以这个我都是事先跟会员讲 好 所以5月17号 我跟会员讲 已经有吻合这样的条件了 5月17号 你可以看一下 5月17号这里 已经有吻合这样的条件 所以这里我们就开始 再多做一些价差 都有给你看过证据的 包花像反甲 对不对 这高价会员的持股 我们有卖的后来出掉的 骑鸿也没有赚很多 104买的109这附近卖 或许有更高 我这边有想法 我通常都告诉你 想法我都告诉你 或许没有卖最高 我这边都意思是一样 行情你要先看得懂 你是做短线就是做短线 我们设定到多少价格 如果他不供 你看啊 这个地方他都没有出量 对 出量你想追的时候就是高点 投资朋友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行情 他现在不是一个顺向盘 如果顺向盘的话 就是技术面转强出量 你是要买 要加吗 这个时候如果涨到压力区 不出量 那我们就会卖 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 有赚就好 这是伺服器的吗 那是不是我讲的范围里面的股票 对不对 好 那最近呢我跟会员讲什么 都是没有 现在行情呢跟去年很像 8月跟10月当时一模一样 好不好 没有量也没有族群带 所以这个行情频繁换股 人家告诉你说 他有一档接一档的 叫你去找他的 然后赔钱的赶快卖掉 赶快换股 都是没有 我跟你讲 你现在就是越赔越多 是不是越赔越多 前面这些 我或许没有做太多的交易 但是我帮会员的持股 是顺利的一档一档的 慢慢的 扫赔收回来 所以从年初跌这3000点到现在 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好不好 我会员现在持股 是很精简的 很多人做多到现在是套牢大赔 会员持股都不处理的 还在跟你讲报纸什么 绩效很好的 那你看我们一档一档这样做 一档一档这样处理 而且我是告诉会员朋友 顺利降低资金比重之后下下个下半月 到第三季你就会有比多比较多的筹码 反败为胜 所以看的是后面 不是眼前好不好 因为量没出来嘛 所以你去回想一下去年8月到10月份 那个量 包括当时那钢铁股都是一样意思 没什么量就轮不到他 啊你一直去追强势股一直追强势股 结果是没赚钱的 来越套越多不是吗 好不好投资票 所以我跟你讲你要务实 要接地气 找分析师要找接地气的 真的能够做得到 啊真的能够帮你把股票解套 然后减码 减码资金 对不对 观众朋友其实我都明示告诉你了 我节目也都是这样跟你讲的 对不对 还5月底到现在都叫你减码 如果你真的有减码 那你就会有钱吗 那这个地方大跌 那不是就机会吗 这是6月8号我给会员的 啊投资朋友 量能虽放大 我告诉会员朋友 因为量不太够 按照技术面经验 反弹时间预期到6月中 啊没有看空 只是因为没有量 他会足底好不好 市场在等待这个利率 就是下礼拜嘛 对不对 这些没有共识之前操作保持谨慎 留什么股票 你看我我都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哦 不会言行如 言行不不一样 你看 譬如说钢铁 譬如说化工 化工是什么 啊就 上尾头共识化工股啊 对不对 啊绿能相关的 啊太阳能不太对 没关系 那就先收回资金嘛 减码之后的钱 你等待有明确的主流股票在做嘛 出量 他如果敢出量 对不对 他真的就敢出量 那你要追 再来追没关系 啊如果都没有量 啊就是这样子 那你你要多积极 不太可能嘛 不太可能啊 你用逻辑想也知道不太可能 对不对 所以同志朋友 这就是 参加分析师的价值 真的要务实去处理股票 啊顺利解码当 顺利解码降打或许 或许结果没有说 啊 真的是顺利什么全部都解套赚钱走 能够少赔走也是不错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行情什么量 对不对 所以认同理念的邀请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识心充裕的投资朋友 这里回撤 我认为是机会 是个机会 所以你想操作的话 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看节目不要跟单 老师会员很单纯 就两组会员 普通跟特别 我们也没有在分什么普通 好几组 好几组没有 抠讯带五档以内 我们目前普通会员就剩两档股票 钢铁股 高价会员剩三档股票 一档是上尾投控 你也知道了 所以就这样子 看好了股票 我们会放在投资名单 系统去选股 刚刚你也看到我们5月19号那一章的选股 好投资朋友 所以你可以陆续看一下 我们有没有本事帮你选到 帮你反败为胜的股票 所以看好了股票 我会放在投资名单里面 同业都没有这些服务 我明天还会在帮会员准备投资名单 会员影音 我每个礼拜录一次 我告诉会员朋友操作的想法策略 投资名单的股票怎么做 所以一到礼拜天老师是几乎没有休息的 就算我现在有事情 我这些的服务都没有中断过 好不好 都是没有 所以 这里 拉回是机会 想参加分析是要看到抠讯 老师都跟你强调过了 会员主别哪一天买什么股票 什么价格能不能成交 最好先预告分析的 像星塔 为什么做 我跟你讲 有买有抠讯 然后公开跟你验证 大涨上来继续追踪的3月23号 3月29号利多剑把我卖掉 一样没有卖最高 当天这里弯头下来我就卖 后面拉涨停板 我相信不管是观众还是会员 都会觉得很可惜 对不对 但是我都讲了 投资朋友 你要先看看行情长什么样子 IC设计的龙头连发科长什么样子 赚最好赚了一段 我还跟你讲 新唐 这一天跟隔天都不是买点 后面不是出现一波拉回 隔天不就见高点 所以不可能卖最高 好不好 实务操作就是这样子 差不多该下车就下车 因为投资朋友我们带会员是这样 我们call卖出 他不见得在那时间马上卖 涨上来他可能舍不得卖 涨停板可能不卖 所以有时候一两天会员才卖都有可能 但是我们建议卖就是要卖了 想法就是这样子 好不好 所以 投资朋友 再看看我们讲的方向 一样 一样在2月5号这张 我跟你讲到机器人 对不对 他开始慢慢成熟了 这一天5月底我就跟大家讲 dyson出了这个做家事的机器人 对不对 我说有些股票有机会了 对不对 特斯拉的这个机器人原型机 有没有 我跟你讲了三档吗 对不对 上瘾吗 这是不是低档出量的 这个行情现在都市场的资金都去做低档的 好 不是去追高档 因为市场现在保守了 亚德克可以挖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得到 这股本比较轻连续涨 所以当转强的时候要不要马上买 对不对 投资朋友 所以操作方面都有时候会 所以就是这样子 不买如果直接冲出去怎么办 所以行情不好我都是交会员 如果我们觉得可以买 那我们就先买一笔 对不对 有拉回我们就做加码第二笔 节目跟这个抠讯都是这样写的 那你看他这是买的 就是直接不回头的股票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投资朋友 操作就是这样子 结果不一定是 很可以如大家意的 那化汉也是一样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这些股票表现到到现在表现 六四一四对不对 没错吧 那这是不是在低档的股票 鸿海集团的股票 没错吧 所以投资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后跟大家讲一下筹码面 我认为不用那么悲观好不好 来 下礼拜三要做结算了 那现在选择权在1这附近 有降蛮多的 所以法人一定是先知道吗 有解码有卖了 好不好 所以这地方降下来在1附近 全部约在0.98又跌破1 下面最大的未平常量支撑在1万6 所以我认为1万6 它是个短期支撑 靠近1万6 有机会的 你可能要看看是不是找机会借入买股票 期货的部分的话 下周三要做结算 我们目前还是保有进多单1万多口 好 那 远月份的部分的话 已经空单补掉 开始转进多单 开始转仓 好 所以下礼拜筹码 我们也可以去做追踪 我的看法还是一样 我认为这个低点不太容易破 下来回撤 可以找机会买股票 这个地方上来 反弹的力度 虽然指数有涨比较多 但是个股因为没有量力道不够大 所以策略上是对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很满意 但是上来这边要卖股票也是肯定的 那拉回要买 这就是操作 好不好 想操作也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那不要去放空 投资朋友 这个融资都杀过一大波了 融资都杀过一大波了 空单你看他都做这样增加了 贵买也是贵买空单增加更多了 贵买的融资 增加不多 没什么增加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贵买会比较强 就是我跟大家强调了 筹码已经先沉淀过了 筹码已经先沉淀过了 贵买上季线了 那下礼拜可能回撤 回撤还是要找买点的 都是没有 看法就是跟你跟你这样分析 最后呢 用这个 国泰的首席的部分跟你讲了 他提到年底可能很难看到万八了 因为这些升息跟QE跟这些乌二战争的事情 所以呢 看我们央行升息吗 你可以看一下老师所跟你谈的东西 那你看我跟你讲的程度 是不是跟这个国泰首席所谈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喜欢看我节目是为什么 因为我的节目你可以有收获 而且我不会去跟你乱讲 好不好 都是没有 股市已经反映经济衰退的风险 都是没有悲观过头 这是我告诉你的 对不对 股市有机会出现反弹 是不是也反弹了 那好坏股一起跌 大家悲观的时候要进场 投资表 是我跟你讲拉回要买股票 企业再度大幅度成长 半年一年内台股很难再上去 除非就是大幅度成长 那今年这样看起来的话 我觉得 可能是稍微持平了 经济预估成长还是有到4% 3.9%还是很成长的 所以投资表不要看那么悲观 那通膨的事情让经济衰退风险变高 年底很有可能超过中性利率 所以对经济憧憬会延长9个月到1年 那如果不会再过高 那看下跌也还很有限 那是不是我跟你讲的 箱形区间的看法 对不对 短线转值 我帮你抓到 我说有终极反弹吗 拉长看是一个箱形区间吗 那你看他看法跟我一样 是不是会发生严重衰退跟2008的状况 他说要观察 你这本来就不确定 这个Vis超过30% 大家太过悲观了 超过30%的几率只有8.5% 那只要过度悲观 Vis冲上30%之后 一年股市平均上涨是25% 有九成的几率是正报酬 股市已经先反映经济衰退的预期 而且悲观过头 都是我跟你讲过的东西 好不好 实际景气确实有开始趋缓 欧洲央行7月开始升息 美元独抢的态势不在 那是不是我告诉你 美元就算这边再上去 也不容易过高 过高也不太会再上去 你看 老师所跟你讲的内容跟程度 不会输给这个国泰首席吧 好 所以不要看老师好像年纪轻轻娃娃脸 好不好 我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好 那诚信方面你都可以去验证 不好操作 虽然我没办法说做到 很让大家满意啦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算及格的 好不好 不要那么悲观 因为今年是选举年 好运是在今年是选举年 好不好 投资朋友 这个地方通膨容易是个转折 即便下个月再创高 也这附近很容易是转折 因为房屋 租金可能慢慢会下 好不好 所以下半年要选举 不至于打度空头 这是我的看法 再来讲一些产业面 我上礼拜跟你讲的 像正文 网通方面的 过去缺料 晶片缺料那些网通 工业电脑都是排在最后面的 现在晶片可能比就没有那么缺了 他们拿到订单了 他们拿到晶片呢 可以顺利出货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些的一个 网通的股票 对不对 比如像23454帮 这些的一个数字营收出来都不错 也都打底开始上去了 所以有些是网通有机会的 像35964亿 这我们以前做过的 这都在月季线附近的股票 都拿到晶片了 可以顺利出货 所以营收都是不错的 这些就是电子股里面的亮点 伺服器 也是老师跟你讲的 讲一段时间了 好不好 伺服器要做吧 就是像类似像旗虹 对不对 或者是像镜像电 初五不是拉涨停板吗 那为什么这种股票可以拉 转平 拉涨停板 为什么能够创新高 一定是产业方向要对吗 再来看一下他的一个 强势回补 同志朋友我跟你讲不要去放空 原因在这里好不好 除全息要强制回补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涨 拉涨停板 6月27号除全息 农券强制回补日6月21号 有赚钱的公司要公告除全息 你去放空他干什么 对不对 同志朋友 这个地方很多空头老师还在跟你讲这些 你看这空单都大增 有没有 周六增加了6000多张 啊你去想想看 周六增加2300多张 有6000多张的空单 6月21号强势回补 啊你就是注定要被补在高点了 对不对 投资朋友在在你再去想想看这个 8069元泰 是不是继续嘎 这有赚钱的公司 投资朋友 啊什么时候公告除全息 他 他不用大跌 他就他就让你补在高档就好了 你就你就注定要赔了吗 对不对 明明知道要公告这些东西 为什么要要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去赌这种东西 我我搞不懂 好这台湾的交易制度 你可以看一下6月1号强势回补 会扬吗 啊你是不是先被高到强势回补 然后下来再去追空这样子啊 赚一两根这样子 然后要要说这个多厉害多厉害 你实际去做你去做做看 你敢不敢这么做 好不好 投资朋友我讲要接地7点是你要讲一些 会员真的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不是这边嘴巴喊空 根本就实际就 实际就没有这样好不好 投资朋友来 低轨卫星的 南亚科要砸4700亿投资这些材料 你可以看一下有些机会的产业在哪里 低轨卫星AI电动车都是我跟你讲的 所以行情不好你怎么买 你都是要买这些的 产业趋势 啊我们帮你选 啊你要做你是不是要先有减码 没错吧 因为行情在这里 卡一个6月16号不不确定嘛 啊上来到季线量说你不是要减码 台积电5月营收创新高 第二季财色没有意没有意外会达会达到高标 甚至超标 投资表这里 很多人会跟你讲这个技术这个基本面没有用 投资表你要了解的是金融市场 会这样跌是因为金融市场跟汇率 他的公司的获利将来的展望 这些数字都是在的 所以为什么老师的节目要跟你讲 你不要只是看这些的数字 营收财报就去买股票 网路上一堆APP什么帮你选什么本益比低的 什么什么 那就是去买 都是没有要先懂金融市场 老师不都在跟你分析金融市场吗 跟你讲这些 美元的汇率啊 通膨啊这些的政策啊 如果资金要紧缩 基本面很好的东西还是会跌了 那你要看那些金融市场反映到什么时候 啊将来要涨的还是这些有基本面的股票了 所以不是什么基本面无用 人家跟你讲说啊什么营收创新高 什么股票这样子他还不在跌 然后把你的观念导向基本面无用 都是技术面 投资票最重要根本是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出现了一些变化 资金有出现一些大挪动 这个跟基本面无关 跟他的公司数字没有关 金融市场反映到一个 程度之后 将来钱要涨的 要回来买的都还是这些股票 都还是这些趋势的股票 所以如果你是报这些股票 你不是用融资的 我这朋友不用那么担心 现在有资金的你要去找这些股票的标的 因为金融市场 很差的状况反映就到 我们认为就差不多就这附近了 这里不是悲观的时候 好不好 那你要先看你的股票是哪一种程度的股票 我们讲的机器人化汉 五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股票在低期期啊 订单能监督到2025年 所以你要买要买这股票 下礼拜 跌你还要你要买 你还是要去注意我讲的这些产业趋势 啊你报这些股票 投资朋友就不用那么担心 好不好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投资的想法 想要越想赚钱就越会亏钱 你看这个举债 投资私利欠了很多钱 投资朋友股票操作量力而为 我已经跟大家讲超过一年了 最近这一年变化会很大 不要不要借钱 不要用融资操作 像这个年轻人你看 跟朋友借钱啊信贷啊 房车子争贷那些都欠很多钱 好投资朋友 我跟大家讲的是 以前老师有经历过这个阶段 行情不好不要用融资 什么是行情不好 如果股票的架构是空头大于多头 没有主流族群的时候 你就不要用融资做 你就用现股做 这是至少老师的 操作的SOP就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都会提醒大家好不好 你要锁定节目 杀进杀出才会赚 投资朋友 有钱人热衷 低报酬率的投资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老师从去年9月换的那个美元 对不对 汇率先赚个波段吗 啊这些钱我也是进场去做一些比较 低风险的 固定收益的商品 手指表这里是要投资的时候 好不好 分析师很忙 我没办法去做什么股票 但我跟大家讲 这些钱这个实习点是要 丢进去投资的 好不好 不是在那边杀进杀出的 啊台股这样做你真的是 会像这样子一样 好不好 希望今天节目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想操作的 你有减码的 那你认为拉回下礼拜 联准会 这个会议结束之后 可能是机会的 欢迎你可以跟着我们做操作 所以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点标题 下面是要连结 点选右边表单 正确填写送出资料 我们会尽快跟你做联络 加赖询问也可以 小老鼠一拳提 吸扫描标签 希望今天节目对你能够有帮助 今天超时的讲非常多 好不好 谢谢各位 那我们在下星期二晚上再跟大家做见面 那音乐结束之后 再快速跟大家打个招呼 让大家早点休息 好不好 谢谢各位 周末愉快 谢谢 晚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